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随着疫情影响及地缘冲突加剧 私人岛屿无疑是一种生活方式新选择 今天分享位于南太平洋远离世俗纷争的私人岛屿环郊 Anyanuranga Eto Anyanuranga Eto是法属玻利尼西亚的一个无人居住的环郊 也是格洛斯特公爵群岛的一部分 它距离大西地国际机场426英里约685公里 乘飞机大约需要90分钟 Anyanuranga Eto由六个无人居住的岛屿组成 总面积超过247英亩约100万平方米 包括三个较大的岛屿和三个较小的岛屿 六个岛屿形成了一个美丽的环郊 其中心是一个蓝绿色的蟹湖 该环郊以其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为特色 拥有原始的海滩、纯净的海水、红树林和海草草地 以及茂密的本土植被 原始的绿色植物和成熟的森林使其成为稀有鸟类和独特植物群的天堂 海龟将该岛海岸作为筑巢地 而周围的珊瑚礁是海豚、黄鸟鱼、鲨鱼和大量热带鱼的家园 太平洋碧绿的海水一年四季都很温暖 因此这里也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好的潜水地点之一 该岛所处的法属玻利尼西亚地区全年温度波动不大 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 这些岛屿位于海啸区之外 因此在极端天气事件中也很安全 这里也是少数几个野生动物风险极低的热带目的地之一 没有陆地蛇、毒蜘蛛、危险动物 也没有任何瘧疾的痕迹 此外 当地人非常友好 犯罪率非常低 与此同时 该国拥有与法国模式类似的发达医疗体系 拥有设备完善的医院和一系列保险计划 Anna Nuranga et al附近 就是太阳马戏团创始人盖 拉利伯特拥有的一个环礁 Nukit Pippa 那里有一个已建成的豪华度假村 目前经营状况良好 新业主完全可以仿照其在 Anna Nuranga et al建设一个独特的生态度假村 这座未受破坏的环礁 无疑是你逃避喧嚣都市 与自然世界重新连接的理想场所 如果你对Anna Nuranga et al或其他私人岛屿感兴趣 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